- 大家好,我是Yume。 - 我是Sora。 - 今天又是聊天的集數了。 - 又到了新的一季,所以我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新的一季就是夏季的日劇。 - 嗯。 - 那Sora,上一季日劇你有看哪些嗎? - 只看了一部,就是剩下之久的Blue Moment。 - 台灣好像翻譯成暮色氣象英雄。 - 哦,對對對,那我們一起看了嘛。 - 那其他呢,他有看其他的東西嗎? - 其他沒有,但是有一些想要這一季結束之後再回來補的一些戲,譬如說像是木村拓哉的那一部啊。 - 嗯,我覺得有很多日劇如果當下在追的時候會有點辛苦耶。 - 因為他一個禮拜只能播一集,所以你看完了要等一個禮拜嗎? - 如果有一些比較懸疑的,或是你覺得很精彩的戲就要再等一個禮拜,就有點煎惱啦。 - 對啊,就是那種會掉人胃口的那一種。 - 像我之前之前會看一些醫療劇,然後他就是在最後一刻有沒有,譬如說心臟停止,到底會怎麼樣呢? - 好,請等一下個禮拜。- 我覺得喔,那個真的好痛苦喔。 - 所以後來我只要發現是那樣子的戲,我就是盡量忍著等他播完以後再看。 - 嗯。 - 但是我覺得戲on down追,就是每一個禮拜每一個禮拜看也有他的樂趣。 - 就小時候看戲好像都是這種感覺齁。 - 只是我們小時候看到的戲比較不像是日本這一種一個禮拜只播一集的啦。 - 通常都是每天播的,但是就是每天播完你還是覺得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 就是晚上的八點檔那樣子的嘛。 - 可是如果禮拜五播完的話,你下一集就要等到禮拜一再看。 - 六日的話就沒有這個看。 - 所以就會很緊張。 - 而且其實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在八點檔的時間看過八點檔。 - 因為八點檔那個時段對於小孩子來講應該是寫功課或者是就要準備去洗澡睡覺的時間了吧。 - 而且我對小時候看電視還有一個印象就是不是陪阿公阿嬤看,就是陪爸爸媽媽看這樣子。 - 喔,對。 - 所以我小時候曾經很夢想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看八點檔。 - 但沒想到長大以後這種看電視的模式就完全不一樣了。 - 就像我現在幾乎沒有在看電視。 - 當然比如說看新聞啊,看綜藝節目或是看日劇什麼的,那還是會看。 - 那就是都是用電腦看。 - 而且現在大部分的人就算看也不是看當下的首播。 - 很多人都是看串流平台上面的嘛。 - 或者是說以前有一陣子蠻流行去租影片回來看。 - 然後最近這幾年很多串流平台又提供租片的服務。 - 所以你不用出門在家裡只要點一點就可以租到這些片。 - 那像我們這樣子每一季每一季介紹的日劇啊。 - 它多半都是日本他們當下可能電視台或者是網路電視台會播的。 - 它會有一個首播的時段,然後會有一個所謂的見逃。 - 就是說你之前沒有看到然後你可以補看。 - 然後在某些網路上的空間的話,它可能可以看一個禮拜之類的。 - 對於一些上班族來講,就算說它播的當下,它來不及去看的話, - 它也是可以有機會在那一個禮拜之內找自己喜歡的時間來看。 - 嗯。 -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看日劇的這種環境真的跟以前比起來算是友善很多了。 - 友善很多,而且方便很多,而且也正當很多。 - 嗯,對。 - 像台灣的話就有好幾個串流平台,它幾乎是很即時的。 - 像我們上一季有看的那一部《暮色氣象英雄》,就是我們說 - 塞加之久在演關於《氣象預報》做防災相關的這部日劇呢。 - 它在台灣的串流平台上面就是它播放的當天晚上。 - 比如說日本時間它播完的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 它就會有台灣的正式翻譯版的上限。 - 那我覺得這種翻譯版的好處就是它的翻譯通常都比較精準一點。 - 再加上畫質也都非常好。 - 那我們只要去加入這些平台的會員。 -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也是在告訴這些日方的他們那些版權啊。 - 或是他們的人說台灣其實有這麼多的觀眾, - 有在點閱這樣子的節目。 - 以後就會有更多的日劇可以有機會在台灣看得到正式官方的版本。 - 那當然就是有很多人學日文的可能會覺得說, - 我就直接看日本了。 - 可是通常在日本的播放都會有地區限制啊。 - 可能只能在日本看。 - 這樣的情況下呢,台灣能夠有越多日劇的話就可以造福更多的觀眾啦。 - 嗯,而且現在很多串流平台它其實也有提供日文的字幕, - 所以如果你想要學習日文的話也可以開啟日文的字幕來看。 - 不過講到這個有一個我自己覺得的小小心得。 - 如果你是看日劇或是看綜藝節目或是看動畫之類來學日文的話, - 我有一些學生或是一些在學日文的朋友, - 他會跟我講說他會重看某一句台詞, - 就覺得這一段他想要學起來他就一直重複的看, - 然後配合字幕。 - 雖然你覺得這樣的方式有用嗎? - 我通常只是, - 譬如說他剛剛那句話我聽不懂, - 然後我就想要開字幕看他到底是在講什麼而已。 - 對,我覺得這樣子的模式, - 雖然剛剛講的這樣的模式是有用的。 - 可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利用日劇或是動畫來學日文, - 是用那種重複回播, - 然後一直重複聽同一句話, - 甚至一直在看那個字幕的方式, - 我覺得效果比較不大。 - 像這樣子的方式啊, - 因為你有看到字幕,而且你是重複, - 你可能有機會可以把你沒有聽懂的那一個文法抓出來, - 然後有時間可以去查, - 因為你可以按暫停。 - 或是說你可以認識那些單字。 - 但如果真的是想要去利用這種方式去練習口語的表達, - 或是練習聽力的話, - 因為你自己知道說你等一下可以再聽一次。 - 所以你的專注力,你的耳朵就比較不會去習慣那個速度。 - 你也會比較沒有辦法一次就聽完。 - 這個是我自己長年以來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 只是如果我現在先告訴你說, - 我等一下會念兩次。 - 你的第一次通常都沒辦法聽得很清楚。 -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做類似考試的聽力測驗的話, - 你就知道你只會聽到一次, - 那你就會聽得更清楚,更認真一點聽。 - 那所以說如果你平常看日劇或什麼的, - 你就習慣開著字幕, - 或者是習慣就是反正聽不懂我就再多聽幾次。 - 當然就把它了解這件事情來講是有幫助的。 - 可是我發現有很多人他的聽力一直跟不上, - 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 好像來不及接受這種一次性的而且快速的輸入。 - 多半都是有這種習慣的人。 - 當你一直都在這種不需要挑戰的情況下學習的時候, - 我覺得有時候他那個學習的效果反而會打折的。 - 嗯。 - 但是我有些學生就會講說, - 可是老師我真的看不懂, - 這樣子我壓力很大。 - 我是覺得你就是放輕鬆的看。 - 可是如果你是以就是我想要把它背起來, - 我想要把它記起來, - 我想要把它學起來這種角度去重播的話, - 那我覺得他這個學習效果就沒有那麼大。 - 最主要還是多方面的去接觸。 - 比如說與其同一部戲你看三次, - 不如你去看三四部戲。 - 如果你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 我覺得這樣小狗狗更好。 - 讓我想到一開始在看日本的綜藝節目的時候, - 一開始也都看不懂, - 但是還是看得很開心。 - 你在看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說, - 我一定要看懂他或什麼之類的, - 你只是覺得我只要看得開心就好了。 - 但是你看了幾次之後你其實就會懂了。 - 嗯,我覺得就是興趣啦, - 這個對你來講是有趣的事情, - 還是你把它當作讀書在看。 - 像我們當年在學校有一個學科叫日本明珠, - 那一堂課, - 其實對於大家來講都是有點像大魔王的課。 - 因為它裡面的課文呢, - 其實就是去挑選一些日本有名的作品, - 然後去擷取它的其中一段。 - 然後把這一段呢, - 徹底剖析。 - 比如說它如果有單字、生字, - 它就把它挑出來, - 要你記起來。 - 有文法它就會挑出來, - 有特別的句型它會挑出來, - 然後讓你換句話說。 - 最後還會有類似閱讀測驗, -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把這篇文章讀懂之類的。 - 但是你知道明珠這個東西, - 其實它本身應該是很有趣的。 - 那些作品它為什麼可以一直流傳下來, - 一定是有一些它讀的價值。 - 這個不只是學習上的價值, - 包含在文學上本身也是會有一些讓你覺得有趣的地方。 - 可是那一本文學明珠, - 我相信大概八成的當時在學的學生, - 都感覺不到它的樂趣。 - 因為當你把一篇文章徹底的剖析之後, - 你就會發現說有太多東西你不會, - 你要想辦法去記起來。 - 你在讀的時候, - 你就不是單純去享受它描述的這個情境, - 它描述的這個畫面, - 或是它使用的這個文字的優美。 - 但是後來我們開始自己會日文之後, - 我們就會自己去找一些比如說日本的小說來看。 - 但是其實說實在的, - 那些我們自己找來的現代文的小說, - 或是一般的那種小說, - 它不見得是比較簡單的。 - 可是我們單純只是用休閒的方式去看, - 就是以希望能夠盡快看完這個故事, - 然後知道這個故事在講什麼的這種心情來看的時候, - 它跟那種之前學習的方式就不一樣。 - 如果我們看日劇也可以是那種大量的欣賞, - 看得很開心, - 你每天都會忍不住想要多看一點。 - 你每一季都會想要看好幾部的這種心情去看日劇, - 你接收到的量一定是比較多的。 -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按暫停去搜尋一些字。 - 如果你覺得這個字重複的出現, - 或你很想知道, - 或是這部戲你看到,另外一部戲你也看到一樣的東西, - 你想知道它到底在表達什麼的時候, - 你就可以把它記起來。 - 這一個文法是你會特別注意到的, - 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會用的東西。 - 這樣的學習方式會比課本上面,教科書上面, - 告訴你說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 你自己還會吸收得更快一點。 - 重複的這種方式可以比較確保學是都可以學得起來。 - 但是因為我們不確定我們學到的東西, - 是不是真的非常有用的東西。 - 所以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用在課本上面。 - 那如果你是單純自己在興趣上面的學習, - 就讓它停留在興趣的模式, - 這樣子你也會比較有動力去學它。 - 嗯。 - 那休息的類別的東西, - 就算你很累, - 你也是可以再看一兩個小時的。 - 這樣子的話, - 接触的量就會比較多。 - 就會更有機會可以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 或是讓它真的變成這種日文學習的環境, - 或者是使用日文的習慣。 - 嗯。 - 那聊了好久, - 我們還是回來看一下, - 今年夏季日劇有哪些有趣的劇好了。 - 我們還是以每個禮拜, - 我們會看到它的順序來開始講。 - 所以從星期一開始說, - 如果對我們講的這些節目呢, - 是有興趣的。 - 除了可以去記它的片名, - 或是比較主要的演員做搜尋之外。 - 也可以特別記一下新一期播放的, - 這樣也會比較容易找到這個節目喔。 - 嗯。 - 那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日本的一個很大的檔期, - 就是星期一晚上的9點就是月酒。 - 那2024年夏季的月酒是7月1號會開始播, - 片名叫做海の始まり。 - 如果直翻應該是海的開始。 - 那它的男主角是暮黑臉, - 女主角是有村嫁存。 - 她主要是在描寫這個主角有一天收到了 - 她大學時期的朋友過世的消息。 - 那這個朋友呢, - 其實是她大學時期的女朋友。 - 她去到商禮現場以後, - 她發現說這個女生有一個女兒, - 而這個女兒呢, - 既然就是她自己的小孩。 - 原來是這位前女友, - 其實懷了她的小孩, - 但是沒有告訴她。 - 然後就這樣撫養這個小孩好幾年。 - 一直到她過世都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她。 - 她發現這個小孩是自己的女兒之後, - 就決定跟這個小孩一起生活。 - 主要的故事呢, - 就是在描寫她突然間多了一個女兒之後的一個生活狀況。 - 這個跟我們之前看過的有一部戲叫做 - 劇情有一點像啦。 - 嗯, - 劇情有一點像啦。 - 嗯, - 那我記得那部片裡面在描寫這個爸爸突然間要跟一個小女孩相處的過程, - 描寫得蠻好的。 - 所以其實也可以期待一下這部戲裡面的沐灰臉是怎麼詮釋一個 - 28 歲突然間多出一個女兒的爸爸。 - 而且這部戲的主題曲是貝克南伯演唱的耶。 - 嗯, - 而且這是這個團體它相隔9年, - 在這個月久製作主題曲。 - 所以在主題曲的部分也是很值得特別聽一下的。 - 那這部戲呢, - 那如果看過2022年有一部叫做Silent的這部戲, - 也是沐灰臉主演的。 - 是相同的製作陣容在重新集結做的一部新作喔。 - 嗯。 - 那下一部要介紹呢, - 就是一樣是富士電視台, - 是剛剛的月久結束之後的下一檔, - 禮拜一的晚上10點, - 叫做Mountain Doctor。 - 直接翻的話應該是3月醫生。 - 但是不是治療3的醫生喔。 - 它在講的是在有些爬山的過程當中, - 有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故。 - 那為了能夠即時的救援這些爬山的時候發生事故的人。 - 所以就把醫療團隊派到山裡面去做即時的救援。 - 那這些3月醫療除了需要有一般的醫療嘗試之外, - 還要有急救的能力跟能夠登山啊, - 或在這些險惡情況下治療的能力。 - 那這部片就在講在這個3月醫療的第一線, - 有一些年輕的醫師們他們成長的故事。 - 主演的話是山野遙亮跟大生男朋友。 - 還有Snowmont的向井康二, - 跟很常可以看得到的配角的角色巴倒之人。 - 嗯,那這部片的陣容也是蠻堅強, - 然後從它的預告片看起來的話呢, - 感覺聲勢也很浩大。 - 那其實很久以前就有像這樣, - 把醫生直接送到急救現場的劇情。 - 比如像之前山下之有主演的那個Cold Blue。 - 空中急診英雄。 - 嗯,那這部片的預告呢, - 跟那個空中急診英雄感覺也還蠻像的。 - 所以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題材的話, - 應該會覺得蠻有趣的喔。 - 嗯。- 那下一個呢, - 就是星期二晚上九點的, - 米南君が恋人。 - 小南是戀人嗎? - 它後面還有一個金湯號跟問號。 - 這部戲呢,是蠻特別的, - 它是在1994年那時候, - 由高橋尤美子跟武田真智。 - 還有2004年的生田公子跟二公和野, - 他們都曾經演過的另外一部戲, - 叫做米南君の恋人。 - 就是小南的戀人, - 這一部戲, - 它的改編版。 - 整個故事是在演說, - 小南他跟他女朋友之間發生的事情。 - 可是他這個女朋友呢, - 小到可以敬他胸前的口袋的一個小小的人。 -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 跟一個這麼小的人談戀愛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 就是原本這部戲最有趣的地方。 - 那2024年版的米南君が恋人的這部戲呢, - 它除了是套用類似的設定之外呢, - 最主要它是之前那個版本的男女翻傳的版本。 - 那這部戲的女主角是范早愛, - 男主角呢是巴木永貞。 - 就是Fantastics的成員, - 也就是放浪兄弟他們同一間公司的藝人。 - 那這個巴木永貞所演的小男呢, - 他本來是一個蠻有名的籃球隊員。 - 結果有一天呢, - 他突然間就變小了, -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 變成非常小, - 大概只有15公分大。 - 那他跟他的女朋友之間發生的一些故事。 - 那像同一部片裡面呢, - 還有武田真志跟哲村遺述。 - 像這樣子的卡斯呢, - 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 除此之外, - 它的主題曲呢, - 是Yuzu, - 一個日本樂團, - 它演唱的叫福縣回收。 - 所以說如果對這部日劇有興趣的話, - 也可以期待一下喔。 - 嗯。 - 那接下來要講的這部戲呢, - 是星期二晚上十點, - 然後是TBS系的。 - 他的中文名稱叫做西元寺小姐不做家事。 - 它也是一部很有名的漫畫改編成的日劇。 - 主要是在講說, - 有一個完全不做家事的西元寺。 - 它跟一個比他年紀小的單親爸爸, - 還有他的女兒, - 一起生活之後發生的故事。 - 那整個故事呢, - 最主要就在探討什麼是幸福啊, - 然後家庭之間應該有的模式是怎麼樣啊。 - 這樣子一部比較溫馨可愛的戲。 - 男主角是Stones的松村北斗。 - 然後女主角是松本若菜。 - 這部戲也是松本若菜在這個黃金檔期裡面, - 第一次主演的作品。 - 然後因為整個作品感覺還蠻溫馨的。 - 我覺得應該是一部蠻有趣的日劇。 - 嗯, - 這部戲如果有空的話我會想看的, - 因為我也蠻喜歡松本若菜的。 - 嗯。 - 那我們最後一部想要介紹的星期二的日劇呢, - 是。 - 飯を喰らいて花とつく。 - 這部戲是TOKYO MX製作的, - 7月9號會開始播, - 主演的是縱村策。 - 那為什麼我想介紹這部戲呢, - 是因為這部戲的劇情蠻有趣的, - 也是漫畫去改編的。 - 故事在講說在東京的巷子裡面, - 有一家小小的料理店叫做一向璇。 - 這個料理店的老闆手藝非常高超, - 來到這家店吃飯的人如果有什麼煩惱的話, - 他就可以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人他的煩惱是什麼, - 然後為了他們提供最適合他們吃的料理。 - 可是只要每次這些客人想要跟他尋求一些在煩惱上面的意見的時候, - 他都會給他們一些完全無關, - 或者是甚至完全不對的建議。 - 那因為這個老闆看起來酷酷的, - 而且手藝也很高超, - 所以當他講說這些建議的時候完全不對, - 就會覺得非常的有趣。 - 嗯,就是有點衝突感啊。 - 對對對,然後在他的海報上面啊, - 就寫說這個店長說的話全部都不對。 - 如果說對於這種料理相關的戲, - 或是之前可能會喜歡深夜食堂那種類型的戲的話, - 可以把它想成是有點像類似那種的片, - 只是它比較有趣,比較搞笑一點。 - 嗯。 - 接下來要看的是星期三晚上的日劇。 - 在朝日電視戲的星期三晚上九點的話呢, - 是一部非常長壽的日劇, - 叫做《科蒐炎之女》第20世紀。 - 科蒐炎之女,第24世紀。 - 科蒐炎之女,第24世紀耶,真的還蠻厲害的。 - 那這部戲最主要是在講說, - 在京都附近科學搜查研究所, - 簡稱科蒐炎裡面的一位法醫研究員, - 他身邊的一些故事。 - 那他身邊有很多一樣是研究員的各種不同個性的人。 - 那不管是在法醫上面,物理上面, - 還是化學,甚至文書鑑定上面的, - 都有很多專業的技術。 - 那有這些人一起去進行一些事件的調查, - 然後去解開事件的謎團的一個科學搜查, - 相關的一些懸疑推理的最新系列。 - 這部戲的主演是《折口鏡子》, - 還有《內藤剛志》跟《小池測評》等等。 - 那因為這個系列是非常長壽的系列, - 所以說有很多非常時鐘的粉絲, - 都很期待這部戲的新作。 - 就是有點像《劍士科》那樣子的戲劇嘛。 - 然後用更簡單明瞭的方式, - 跟大家介紹有一些搜查方法, - 或是搜查技術之類的。 - 對,而且是一個非常長壽的作品。 - 如果對這種科學技術面比較有興趣的話呢, - 就會非常推薦這部戲。 - 那下一部要介紹的是, - 一樣是星期三晚上, - 它是晚上十點開始, - 是富士電視台的《星宿野戰病院》。 - 它是在講說, - 在星宿歌舞劇庭那邊呢, - 有一間醫院。 - 有一個醫生, - 她原本是在美國當軍醫的。 - 也就是女主角。 - 女主角是小池榮子。 - 另外我也是整天都想要賺錢的一個美容皮膚科的醫生。 - 然後他們透過去面對各種不同的病人, - 去比較輕鬆的探討一些跟生命有關的議題的一個作品。 - 除了剛剛提到的女主角是小池榮子之外呢, - 還有眾野太賀。 - 其他一些比較有名的配角。 - 譬如說包含冰田月啊, - 跟高墊存子等等。 - 都是一些日劇很常見到的熟面孔。 - 這個劇作家《宮城觀九郎》呢, - 其實它有很多很有趣的作品。 - 只是說醫療劇是第一次寫啦。 - 所以說如果喜歡它的作品的話呢, - 可以看一下它在醫療劇上面的詮釋方式。 - 嗯。 - 接下來一樣是星期三晚上。 - 但是事實上它是星期四了啦。 - 因為它是星期三的晚上十二點。 - 也就是星期四的凌晨零點開始播的。 - 那這部戲是朝日電視台的戲。 - 它的故事是當首種自從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 - 叫《新選主改編日劇》。 - 是有一些比較新生代的演員去演一個 - 比較不同感覺的新選主的作品。 - 不過它其實4月24號就已經開始播了, - 所以它雖然被歸類在是2024年的夏季日劇。 - 但是就我們這一集上架的時間上來說呢, - 這部日劇應該已經差不多播完了。 - 是就像我們前面剛剛講的, - 如果說想要看日劇, - 而且不想要等它每一個禮拜更新的話, - 像這樣已經播完這支劇就可以考慮看看。 - 主演的話呢,像是前田拳太郎、 - 傲智哉、簡秀吉跟高野光等等。 - 都是現在人氣在上升中的新生代男演員。 - 那如果對這些新生代演員有興趣的話呢, - 也可以看一下他們的表演。 - 那像是剛剛提到的前田拳太郎跟傲智哉啊, - 他們都是在日本是有演假面騎士系列的。 - 那如果說對日本日劇圈比較有興趣的話, - 就會知道假面騎士就是日本很帥的男演員們的搖籃。 - 那因為這部戲已經播了嘛,4月24號就已經開始播了。 - 所以我有看過一點點畫面, - 我真的說它的拍攝手法跟其他日劇都蠻不一樣的。 -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欣賞看看。 - 嗯。 - 再來在星期三要介紹的最後一個作品呢, - 其實也是星期四的凌晨一點的作品啦。 - 它是每個禮拜三的半夜一點到一點半的一個小品的作品, - 叫做《 片名叫《 》 - 那它的作品的分類比較特別是青春音樂劇的喜劇。 - 是東京電視台系的深夜劇。 - 那這個作品是在描寫在學校裡面有一個音樂劇的社團。 - 那因為這個社團呢,剩下的團員很少的關係, - 所以面臨即將要廢社的危機。 - 然後他們為了能夠繼續保留這個具有百年歷史的社團。 - 所以他們要想辦法找到更多的團員, - 然後一起完成一部音樂劇。 - 並且在學校進行正式表演的這樣的一個青春喜劇。 -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是音樂劇型的青春喜劇。 - 那它的主演演員們大部分也都是在日本, - 原本是在演音樂劇的這些演員。 - 所以說以日劇的形式來詮釋音樂劇的這種表演方式, - 算是它這部戲的最主要特點。 - 主演呢是鋼田萊夢跟阿布顯蘭。 - 其他還有一些在音樂劇跟舞台劇圈也是蠻有名的演員, - 像是麗花玉大、福澤佑,還有黃西跟中川謊教等等。 - 這部戲也是鋼田萊夢跟阿布顯蘭這兩個年輕演員的第一次主演的戲。 - 這部戲其實是這個夏季檔期裡面我最期待的一部戲。 - 因為鋼田萊夢是一個很可愛的演員, - 也是我最近有在注意的一個新演員。 - 他雖然說沒有什麼在電視上演戲的經驗, - 可是就音樂劇跟舞台劇的表現非常的好。 - 這一集上架的時間,其實它的第一集已經播出了。 - 這種音樂劇形式的日劇呢,的確也是之前比較少看到的。 - 所以說如果對音樂劇或是舞台劇有興趣的話呢, - 也可以去欣賞一下這樣子的模式, - 以喜劇的方式在電視上呈現的效果。 - 接下來介紹的是新一四晚上的日劇, - 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開始在朝日電視台會播的是Skycast。 - 這個是翻拍韓劇《天空之城》的日劇版。 - 嗯,它主要是在想一些很華麗的名門太太, - 在他們所居住的高級住宅區的一些故事。 - 那就可以看那些貴妇之間爭鬥的劇情。 - 應該有很多人看過韓劇版了吧, - 就是比較有戲劇性一點的劇情啦。 - 嗯,其實這部戲也是跟韓國共同製作的劇啦。 - 我覺得最大的看點除了說, - 她本來就是很有名的韓劇以外呢, - 她的主演也是很有名的一些女演員。 - 比如像松下奈婿, - 木村文乃, - 比嘉愛衛, - 小雪等等。 - 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女演員。 - 嗯, - 剛剛這些女演員在戲裡面表現應該蠻過癮的吧。 - 對,而且她的那個視覺海報拍得超漂亮的。 - 嗯。 - 那下一部也是主要由於女婿為主角的戲, - 是每個禮拜四晚上十點, - 在富士電視台系的Geeks。 - 說的是一些很聰明的專業人士, - 他們有非常旺盛的好奇心, - 有很卓越的知識跟技術, - 但是他們比較不擅長跟人相處。 - 就是所謂的技術宅啦。 - 然後這個作品的主角是在警察局裡面工作的三個女性, - 然後他們要一起去解決一些事件。 - 看起來是一個娛樂性比較多的日劇。 - 嗯, - 那她三個女主角分別的是松岡莫悠, - 田中美奈什跟龍澤凱倫。 - 那松岡莫悠雖然說人氣還蠻高的, - 可是她其實在富士電視台的日劇是第一次在黃金檔期主演。 - 我覺得這部戲跟剛剛講的柯搜炎之女感覺有點像, - 不過她的著重點就是在這幾個人都是所謂的技術宅, - 就是未有高強能力但是沒有人際關係。 - 三個這樣子的女孩子湊在一起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 就會讓人覺得這部戲應該是蠻有趣的。 - 嗯。 - 接下來要介紹的一樣是心理四, - 不過她其實是星期五凌晨播放的。 - 她的中文標題叫做小夫妻的火烤新婚生活交往, - 林田先結婚再談戀愛吧。 - 聽起來好像輕小說的標題喔。 - 嗯。 - 這部戲原本好像也是網路上蠻有名的漫畫真人版。 - 然後她就在講說就是有兩個人他本來其實沒有交往的, - 然後就突然間決定結婚。 - 在結婚的過程當中他們因為不知道該怎麼相處, - 因為這個男主角有點不太擅長談戀愛, - 可是她很擅長烤肉。 - 所以說她就是每天都烤肉給她新婚妻子吃。 - 然後兩個人就在邊烤肉邊過生活的過程當中, - 去發展他們的感情的一個故事。 - 所以聽說每一集都有烤肉的鏡頭, - 然後她又是深夜劇的關係。 - 她在不同電視台播放時間不一樣, - 那台灣也會上映。 - 所以如果你在半夜看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 有可能會被他們的愛情閃到, - 也有可能想在半夜吃宵夜。 - 嗯。 - 這部戲的男主角是黑羽馬里昂。 - 女主角是松村沙尤里。 - 那像是黑羽馬里昂也是新生代的男演員。 - 那她之前主要也是在日本演一些音樂劇跟舞台劇。 - 所以演技是可以值得欣賞的。 - 但因為這部戲的預告還蠻多的, - 所以在預告片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 裡面這種有點甜, - 然後有點香, - 又有點可愛的氛圍。 - 香的是肉的部分嗎? - 對,她那個烤肉看起來真的超級好吃的。 - 應該是可以蠻輕鬆看你的戲啊。 - 嗯。 - 但是盡量不要在半夜看啦, - 怕你會肚子餓。 - 對啊,半夜要買到烤肉也是不容易的。 - 嗯。 -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星期五的日劇。 - 星期五晚上的八點, - 在東京電視台7月19號開始播的是一部, - 叫做初戦一言之所以, - とある弁護士の本音之事。 - 翻成中文的意思應該是, - 反正不關我的事, - 某位律師的真心話的工作。 - 嗯, - 因為他名字蠻長的, - 然後他沒有正式的中文翻譯, - 也是一個很有人氣的漫畫的日劇版。 - 主演是中島見人, - 他演的是一個笑起來很可愛, - 但是不管是行為, - 還是他做的事情都一點都不可愛, - 還有一點怪的律師。 - 那女主角是由白石聖來擔任。 - 那整個故事就是在講, - 這位律師跟他的助理就是女主角, - 他們在面對各種社會議題, - 還有案件的時候的故事。 - 嗯, - 這一次是中島見人, - 第一次演東京電視台的日劇, - 而且也是第一次主演。 - 那下一部也是跟這種事件推理比較有關係的, - 叫做, - 聽說這部片啊, - 它是由真人真事改編的一個日劇。 - 它是在講說有一個特殊的事件調查部門, - 它是專門在調查那些因為戀愛而產生的殺人事件。 - 那有兩位刑警, - 他們在解決這些戀愛相關的事件的一個故事。 - 主演是野村周平跟野野英九, - 那這也是他們兩個第一次主演的戲。 - 那我覺得這部片蠻有趣的地方就是, - 他們在解決這種殺人事件呢, - 是跟戀愛相關的話, - 感覺就特別難以解決。 - 那要怎麼去了解人的心理糾葛, - 然後去找出這個譬如說像殺人事件, - 或這種特殊事件的真相。 -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蠻有趣的題材。 - 嗯, - 而且這部片好像不是在電視上播出的耶, - 它是在串流平台上播出的樣子。 - 嗯, - 最近有還蠻多這種串流平台投資的戲嘛, - 像這一部是FOD上面的。 - 嗯。 - 那下一部也是很人氣的演員, - 三田兩界的新作品。 - 它是星期五晚上九點開始, - 在富士電視台的Bideon School。 - 翻譯完應該是叫做《億萬學園》。 - 主要的內容是在講說, - 日本有一間很有錢的財閥企業, - 然後他們的老闆是億萬富翁。 - 為了某些原因隱藏了身份, - 到一間學校去當老師。 - 實際去面對學生的各種問題, - 這種成長型的校園喜劇。 - 主演是剛剛提到黑色Jump的《三田兩界》。 - 然後女主角是木南琴夏。 - 那它的配角群其實也都是蠻有名的, - 像是安達幼石、智田未來等等。 - 這樣看起來卡斯蠻大的欸, - 因為其實安達幼石跟智田未來 - 也都算是可以逐人等級的欸。 - 對啊,但它在這部戲裡面就是綠葉的角色。 - 這部戲我覺得最主要的看點是, - 三田兩界這個比較娃娃臉的男演員, - 終於不是在演學生, - 他開始演老師了。 - 這部戲是他相隔十年又再一次演了 - 跟學校有關的戲。 - 而且這一次就不在演學生, - 是第一次扮演老師的角色。 - 學生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威和感啊。 - 嗯,可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看起來很年輕的老師, - 又是有億萬富翁這樣的身份, - 要怎麼去跟一些一般的學生相處。 - 應該就是這部片想要描寫的那種比較特別的地方。 - 嗯。 - 那下一部也是星期五晚上的戲, - 是每個禮拜五晚上TBS系的《微笑俄羅斯娃娃》。 - 日文叫做《 娃拉歐馬豆漏士卡》。 - 這一部片在台灣是有同步跟搏的, - 在台灣的串流平台上面。 - 主演是水川、馬美、玉山、鐵鵝跟殷景翔。 - 殷景翔這一次是演鄭志佳, - 好像是第一次演鄭志佳的角色, - 可是我覺得他超市很演鄭志佳的。 -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有為青年的感覺啊, - 就是很適合演這種鄭志佳的角色。 - 嗯,它這部戲在日本的宣傳常常會用像是那種競選海報, - 很像是參選人的感覺。 - 它在這個海報上面那種有為青年的樣子, - 就會讓人覺得很想投他一票。 - 然後水川、馬美就是女主角飾演新闻記者。 - 玉山、鐵鵝呢,演的是殷景翔這個角色的政治家, - 親家一廊的政務秘書館。 - 它的原著好像是一個政治懸疑小說, - 描寫的就是一個年輕有為的政治家, - 跟他非常有能力的秘書之間有個奇妙的關係跟內幕。 - 所以水川、馬美飾演的這個記者的角色, - 就想要挖掘出背後的真相。 - 嗯,其實這部戲我們已經看過第一集了。 - 對,那第一集已經播出了。 - 對,你覺得怎麼樣? - 我覺得應該是我會喜歡的類型, - 雖然說看了有點胃痛了。 - 就是感覺有很多幕後在裡面這樣子。 - 如果比較喜歡看一些跟計謀相關的戲劇的話, - 我覺得這部片裡面還埋了蠻深的一些想要探討的事件, - 跟可能我們一開始看第一集還沒辦法理解的一些謎團, - 邊看的過程當中也可以邊解決這些謎團。 -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它的每一個角色之間的台詞, - 好像都隱藏了一些什麼意義, - 甚至一個眼神都好像有些特殊的意涵。 - 所以說如果有興趣的話真的很推薦可以去看一下, - 可以期待一下後續的發展。 - 嗯。 - 那下一部呢也是深夜日劇, - 它是星期五的深夜, - 其實就是星期六的凌晨。 - 它是在晚上十二點十二分開始播的, - 東京電視台日劇叫做 - 《錦石町Paradise,渋谷から一歩。》 - 翻譯過來應該是錦細亭天堂, - 從涉谷直達, - 類似像這樣子的意思吧。 - 主演是賀來閒人, - 秉本實生, - 還有洛河服術跟鋼鐵降生。 - 鋼鐵降生演的是一個記者, - 然後其他三個人演的是負責打掃的清潔人員。 - 這個故事講的就是他們四個人之間的一些故事跟他們的過去。 - 然後它整個故事的背景呢, - 是在東京墨田區的錦細亭那個地方。 - 是跟當地的這些場景啊, - 或是街道結合的一個故事。 - 嗯。 - 接下來就到了星期六的部分。 - 星期六晚上九點, - 在日本電視台呢, - 有一部叫做Go Home, - 錦石廳身份不明者的相談室。 - 主演是小枝風花, - 大島幽子, - 阿布亮平, - 吉田岡太郎等等。 - 主要就是在講說, - 在錦石廳裡面有一個單位叫做 - 身份不明相談室。 - 這個身份不明, - 其實意思就是無法確立身份的。 - 所以就是在講說, - 常常會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遺體。 - 他們為了想要找出這些過世的人的身份, - 然後可能有機會可以把他們還給他們的家人。 - 所以就有一個特殊的相談室, - 最主要就是在處理這個部分。 - 在裡面登場呢, - 就是我們兩位主角的女搜查官, - 跟在錦石廳裡面的其他的行警。 - 然後他們一起來調查這些身份不明的人的故事。 - 嗯, - 因為他主要是在調查每個人的過去跟他的身份之類的, - 所以應該是對他們的那些跟人之間的刻畫會比較詳細一點。 - 其實我覺得這一季跟警察有關的還蠻多的耶。 - 像我們要講的下一部也是跟警察相關的。 - 它也是星期六晚上十點。 - 不過它是屬於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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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那这部戏其实我们上一季就有介绍到 上一季是她的第一季 然后现在是她的第二季 演员的部分有誓言准人 相警理那天李央等等 那她第一季的时候主演是相警理 到了第二季的时候 誓言准人就是新加入的角色 那这部戏其实也是跟警察相关的 不过她主要是在讲 诈欺事件的一些故事 最近日本真的还蛮多警察相关的题材 那下一部是一个跟姐弟恋相关的爱情故事 是朝日电视台 礼拜六晚上11点的 直接犯的意思比较像是青岛君不怀好意 那她是恋爱情的故事 她的主演是Snowmon的渡边想太 那除了姐弟恋这样的题材之外 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渡边想太呢 她在朝日电视台 她的第一部主演的作品 也是第一部在这里的主演作品 那礼拜六要介绍的最后一部戏 其实就我们上架时间来讲呢 她已经播完了 她的播放时间是从6月8号到6月29号 她是东海电视台跟富士电视台制作 在礼拜六晚上11点40分播放的深夜的日剧 叫做Gifted 然后她是第二季 她直接翻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天才 指的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天才心机 她的第一季是去年的夏天播出的 她的第二季其实去年在串流平台就已经播出过了 那她这一次是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 那这部戏的主演是News的《真田贵酒》 其他还有像是《福索非贵》 《泉里香》《中山优马》跟《高桥客典》等等 她原作呢其实也是漫画改编过来的 主角是一个拥有很强大的推领能力 跟观察能力的天才心景 她有个搭档是一个高中生 这个高中生有个特殊能力是她可以看得出来 哪一个人是犯人 所以他们就一起去解决很多的事件 而且她这一部戏原著是漫画嘛 她的漫画的作者就是 《金田一少年事件部》的那个作者 所以她在描写这些困难事件 或者在描写一些比较特殊的犯罪手法 其实都还蛮厉害的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类型的作品的话 就可以去看了 因为她已经全部播完了 就不用一集一集等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就是星期天 从7月7号开始 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 在TBS会播出的就是 《Blockpan》的第二季 黑色直写前 那这个作品的第一季是在2018年播的 第二季几乎是以原版人马的状态 在重新制作这个新的作品 主演是阿拉西的《二宫和夜》 那其他还有像《竹内良真》 《奎若菜》 《小泉笑太郎》 还有《内野圣阳》等等的人 其实主演《二宫和夜》在第一季里面 角色在第二季里面其实是没有出现的 但是因为这个制作组非常希望 《二宫和夜》可以再次担任这个系列的主角 所以说他是以同一个系列故事 但是完全不同角色的身份 在演这个第二季的演出 那他这次演出的角色 一样是一个很天才的外科医生 叫做天成雪宴 不在乎人命 只在乎金钱 这整个故事呢就在讲说 如果想要接受到这个天才外科医生的手术的话呢 他就会要求你去做一些 非常难以做抉择的极端选择 比如说你只能在你的命 跟你的所有财产之间选一个 因为他每次在做手术之间 他都会要求说 接受手术的人 要把他的财产交出一半出来 那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钱呢 所以在医院之间呢 大家就把这个主角叫做恶魔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讲说 这个恶魔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故事 不同设定的角色 有同一个人扮演 也是这部戏很有趣的卖点之一 嗯 他的主题曲也跟第一季一样 是由小田和正制作跟演唱的 小田和正也是一个在日本非常知名的歌手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看点 嗯 那另外一部也是在星期天晚上 是WOWOW制作的 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的 Gameの名はゆがい 绑架游戏 这是东野龟吾的作品 那光这个作品的名气就非常大了 是东野龟吾的同名小说的日剧版 主演是龟离河野 剑上爱 那其他还有杜布赌廊 小玲珑跟五天航平等等 嗯 主演的龟离河野 他演的是一个公关公司的企划 然后有一次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被提出了一个很大型的专案 然后他后来知道说 他可能是被一个大企业的副社长 拉下来的 他为了报复他 他就跟那个副社长的女儿 共同策划了一个甲榜架的事件 这部戏的特别点 除了他的主演龟离河野 非常的有人气之外呢 他也是WOWOW推出的剧 那近几年WOWOW推出的剧 其实都还蛮精致的 他全部只有四集而已 6月9号就开始播了 所以他如果每个礼拜播一集的话 应该已经播完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一部一样是WOWOWOW 星期天晚上的剧 算是接刚刚那一档的 他叫做 Mikokuwa Udauzu Keshicho Concertified 他也是跟警察相关的戏 主演是松刚苍红 全力香 其他还有像是 池天铁阳 仲村策 跟护总祥太等等 那也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卡斯 聚集在一起的作品 这部作品比较长 总共有8集 8月才开始播 嗯 这部我们想介绍的 星期天晚上的戏 是有点黑暗的戏 叫做Furi Tsumore Kodoku Na Shio 直接翻的话 就是孤独的死亡堆积起来 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不是一部 太开朗的戏 嗯 他的主演是 陈田铃 极川爱 还有小日向 文士等等 也是漫画改编的 不过这个原作 还没有完结 所以这一次呢 他是利用 原作里面的故事设定 然后再配一些 日剧改编的原创剧型 所做的故事 故事主要是在讲说 有一个在 灰川底 这个地方发生的事件 这里面发生了很多 年轻男女被监禁 并且发生命案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的 七年之后呢 在东京又再次 发生了少女失踪的案件 感觉好像 过去的这个事件 所残留的所有的谜团 都再一次的 展现在世人面前 听起来是一个 比较沉重一点的题材啦 但是感觉它应该是 会有很多面向的描写 嗯 因为通常像这样子 漫画或小说 改编成真人版 在电视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都会蛮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 喜欢原作漫画的人 还是对这些作品 完全没有了解的人 如果对于这样的题材 或是对这些演员 有兴趣的话 都很值得去看一下 那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些日剧内容非常的多 那有一些日剧 我们自己有看过的 就会比较有办法 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参考的资讯呢 都会贴在节目的资讯栏位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物色一下 自己今年夏天 要追什么样的剧哦 嗯 那像Sora 你有没有决定要看哪一部了呢 如果是安党追的话 我会想要看 Black Payneum 就是黑色止血千年 因为它是相隔60年 又终于有续集了嘛 所以我很期待这部戏 对因为上一次 是二公主演的 这个医生的角色 实在是让人印象很深刻 所以说这一次第二季 也是备受瞩目的 那像我因为最近都在看 日本的一些音乐剧 跟舞台剧 所以说我特别期待的 就是像前面有介绍到的 那个Otoboys 是用音乐剧方式 呈现的喜剧 那现在这样的题材 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也是我一直很期待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有讲到 我们已经看过第一集的 这个音景祥主演的 跟政治家有关的戏 其实我一直觉得 要去看其他国家的 政治的戏 相对来讲是门槛比较高的 因为每个国家 虽然说都有政治 可是政治的情况不一样 要理解是比较困难 所以像这样 日剧在演出的时候 它会用不同角度去切入 我就会对这样题材的戏 特别感兴趣 之后呢 也会尽可能的 在每一季新的日剧 开始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日剧 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 就是决定这一季要看的戏 或者是看了一些戏的心得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些心得告诉我们 那以后有机会 来跟大家多介绍一些 日本比较有趣的日剧 或者是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嗯 那时间上的关系 今天就大概聊到这边了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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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